最新的NEW APPLE TV 4K 來了 不太香 反正也沒什麼人買 拍的時候真的完全沒有任何新鮮感 回來啦 對這張頻道沒收拾 是用人的賞賓喔 Why AKA371 DAS 371 今天 要來看最新的APPLE TV 剛剛收到的 其實我沒有到很雀躍 因為有一點像是硬幣 最後再說為什麼我會硬買 先來開開 我第一次在官網買APP TV 之前都是在逛街的時候 想說好像可以買 這次是因為疫情 都不太能出嘛 官網一開賣我就想定了 喔 來看看這後面 竟然還有大顆的HOP的圖案 這個誰買 誰沒想 我真的超愛 好啦 其他應該沒啥 來開開 來來來看 好沒感覺喔 因為其實APPLE TV一直沒有變過 順便帶大家細數一下 我家APPLE TV的變化 這是最新的 這是上一代4K 這是4K的前一代 SD版 這是我第一台APPLE TV 三代 是不是 正面看起來都一樣 所以說開的時候 真的完全沒有任何新鮮感 這樣看完全都一樣 但如果把它正常放的話 就會發現 就是一個青少年 變成中年 再變成肥胖中年4K 到今天的 Nu肥胖中年4K 好啦 其實主機外型真的沒有太多的變化 就是最新這台長到 一咪咪 然後前面這兩個是沒有風扇的 沒有想要太大感覺 這次改編最容易 應該就是這支遙控器 這支遙控器 我自己感覺很像是三代遙控器 加上四代的遙控器 跳了七龍珠的融合物 變成他人 但其實我自己是蠻想使用遙控器的 所以 這也不是我換這台的點 而且上一代的APPLE TV 我還買了超可愛的遙控器保護套 所以我反而還比較喜歡 有保護套的這個遙控器 而且手感拿起來真的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都太薄太小了 這支手感跟重量 我覺得是最剛好的 好 APPLE TV開箱大概就這樣 接下來我去試測看看 Nu4K跟4K 到底有啥差別 最後再來結論 是否該買這次新出的Nu4K APPLE TV到底可以幹嘛 其實很多人不了解 APPLE TV到底可以幹嘛 而且一個電視盒子動輒 無比有錢快 說真的如果沒用過 我也不會想要花錢 像我自己使用的情況是 我們家裡面有第四台 或是MOD之類的 都是靠APPLE TV上看 Youtube的新聞坦直播 朋友來的時候 Spotify就可以放音樂 或是Netflix播電影 大家一起配放 然後大家閃的時候 就是一句Health Theory關電視 晚上睡覺前 夫人會用Youtube 摸我們這一家 或者是今晚不想睡 然後來點私人電影院 也可以搭配我的AirPods 直接大螢幕雙看不達人 而且以上所有這些都可以在我的iPhone上完成 所以我根本也很少用遙控器 好以上就是我在家 一些APPLE TV 自己覺得很nice的使用經驗 分享給大家 但是這些呢 其實在HD、四代跟4K 都辦得到 為什麼還要花6190元 還列入4K呢 因為你智智啊 光光是號稱 這次有更高的影格率 還有HDR更清晰 更強的晶片 以及最新的遙控器 光光這些宣傳體驗了一個小五以來 我只能告訴你 只有遙控器 真的很有感 真的就是結合這兩隻的優點 直接於一生的完全天遙控器 遙控器真的好用非常多 但是其實如果你有用iPhone的話 其實你也很少用到遙控器 然後Apple TV本身的升級感 我可以講 真的非常少 它應該是有變好 可是變得比較粗粗 感覺不太出來 我很認真地看了一些4K影片 還是請夫人幫我一起看一下 是不是我眼睛比較粗 看不太清楚 看一下也說沒啥感覺 而且這台粗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想過我會買 上一集有講過 看了那個發表會 我最心動的就是色彩調教那個功能 其他我真的都還好 因為我也不用遙控器 不過當它是沒有什麼心動感 直到有一天 我在HomePod討論區 看到國外網友貼出一個東西 就是最新這台Apple TV 可以做音訊回傳功能 可以透過這台最新的Apple TV 讓HomePod來支援你其他 電視設備的聲音輸出 我聽到之前 腦波一弱就電 我就HomePod叫做 一買就停不下來的HomePod攬子漢 一定要買來玩 剛剛測試一輪進來 只有這個功能讓我醒過來 就哇 太讚了 我就馬上接上我的Switch 我是打7難大作戰 那種線上的射擊 就是不太能有延遲 一有延遲就會影響你的戰力 很即時的射擊遊戲 我剛打了幾場 我是感覺不到延遲 聲音都是很準的 這個功能超級能使用 就是HomePod大解放 只要你能接電視設備 都能透過Apple TV 來讓HomePod做聲音的輸出 真的 這功能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HomePod使用的範圍又更穩 只要HDMI來設備 然後你的電視有支援ARC 或是EARC 聲音會傳這功能的話 就可以使用 HomePod就可以大解放 就HomePod這樣做 而且前幾天的WWDC21 在家庭這裡Pod的時候 也有看到TV即將支援你的HomePod mini 我想的應該就是跟HomePod一樣 可以選擇預設的音箱 因為現在最新版 你如果是要用HomePod mini 跟Apple TV連線的話 也是只能透過AirPlay的法制 就大顆的HomePod 可以在TV的設定裡 選擇預設的音箱 打開電視的時候 它就會是預設音箱 估計是會把熱功能 加回到裡面 因為大顆停產 個人還是覺得大顆的 震撼感有差 但是買的人其實真的很少 第一是因為它停產 因為它價格稍微高一點 第三就是它太公平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不管我怎麼吹 你沒有感受過你就覺得它蠻 那如果你再去使用過 你就會在偶爾幹 好像是幹嘛 對不對 也是有被我推騰的小隊員 買完之後都會在 有很多用很爽的新德文 好像在教新德報告一樣 但我也是看得很開心 就是很爽爽的使用感受 好好講了這麼多 我來結論了 Avo TV 4K And The New 4K 都集 如果你是有HomePod玩家的話 New 4K 因為聲音回傳這個功能 可以讓你家的HomePod 或是HomePod迷你 更活用於其他電視設備 除此之外 個人覺得New 4K跟4K 除了遙控器沒有太大區別 過往的更強的解析力 更漂亮的畫面 那些個人比較強 很有很強的感受 變強 我覺得一定有可能是 89跟90分都差別 就是要很細微的去體驗 你才發現 好像真的有比較好 那現代人 哪來這麼多時間 細微的體驗 不說你可能還分不出來 哪一台是最新的 而且如果你單純是要買電視 的話 我也不一定強推你買Apple TV Apple TV現在有的功能 Netflix 或是AirPlay 直接讓手機投屏 我覺得這是Apple TV最常用的功能 很多電視基本都有內建 即便沒有 也有很多替代品都能取代 像Google的Pro系列產品 或是其他安卓TV的電視 你要播YouTube 播Netflix 播Spotify 這些便宜的電視盒都能取代 而且就是一兩千塊 大概有Apple TV常用的八成功 這個價差還是有的 但如果你的蘋果設備夠多 信仰夠足 又喜歡看電視的話 真的覺得你可以買一台Apple TV 就可以有我剛剛那些 絲滑不間斷的流暢使用感受 Apple TV的順暢 真的不是其他電視盒可以比 不管是你選單的移動 或者是軟體開關的切換 都是絲滑順暢 而且即便是這台最老 2013年買的Apple TV三代 至今iPhone X的AirPlay 都還是順暢直直播 雖然功能比較少 但我覺得也還是好 所以說如果你買一台Apple TV 然後用的時間很長 你有用到 你就不會覺得它很貴 如果喜歡看電視 然後蘋果設備多的 我推薦你 如果你只是想要就是有電視盒功能 然後偶爾播一點東西 不一定講究這流暢的蘋果全家餐的話 我覺得普通電視盒應該就夠了 好嗎 錢多的是貴啊 其實買得很閒 但那個轟化功能讓我們覺得值得啦 下次再來一集 PV搭配轟化的多種玩法 今天就是開箱 簡單介紹一下 你有4K 沒有轟化的不用 今天那個就是這樣子 我是RuizanB You know Y K 三星路人 Day 三星路人 我們下次見 拜拜